餓太久了 我今天一整天只吃了一個小小麵包 因為早上牙齒真的太痛 我就早午才吃了一小塊麵包 然後太餓了 所以剛剛就開播前忍不住 先偷吃了一半 另外一半等一下再跟你們一起吃 嘟嘟跑出來了 這件衣服是奶奶 奶奶本來要丟掉的 然後我撿回來穿 她有問我要不要 我就想說這件衣服 還蠻新的啊 奶奶不要 奶奶好像是不喜歡她的領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不喜歡她的領子 我覺得她新啊 衣服上面那位感覺很八卦 等一下我有點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我看一下 因為她擋住了 所以這是一男一女 女生在講那種壞話的感覺 是不是 就是沒注意看衣服是什麼突然 反正奶奶不要我就撿回來就對了 不要浪費 喔 話說我的眼鏡盒還在耶 因為我今天沒有戴隱形眼鏡 然後我 我出門的時候都戴那個 黑框眼鏡 然後戴了一個下午 結果她現在 痕跡還在 穿這件怕感冒才不穿 奶奶嗎 奶奶不會感冒 奶奶身體很好 奶奶是笨蛋不會感冒 奶奶的衣服好短 這布料穿多了好不好 我今天一整身都是奶奶不要的衣服 這褲子好像也是奶奶不要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她不要耶 我覺得很好穿啊 其實我直播也能戴 戴什麼啊 哈囉哈哈晚安 單細胞晚安 什麼什麼 喔你說直播戴眼鏡嗎 我覺得我戴眼鏡不好看啊 而且我直播我看得到 我就不需要戴眼鏡 新配的 新配的什麼 眼鏡嗎 有啊我之前直播有戴過眼鏡啊 可是我自己覺得不好看 哈囉完美 阿華晚安 眼鏡是巴巴的本體 我的本體是臉頰肉啊 阿華 哈囉米酒晚安 博弈晚安 欸我剛剛有點在意 我的眼線怎麼才剛畫就這樣 你們會不會很在意啊 我自己有點在意 還是我去補一下 去補一下好了 我把我的整個化妝包拿來 為什麼一邊頭髮要夾牆 喔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頭髮很膨 我覺得我現在頭髮很膨 所以 覺得一邊勾而後比較好看 我自己覺得啦 而且我好像是剪了頭髮之後 今天是剪了頭髮之後 第一次沒有戴帽子直播 那我之前剪頭髮之後都 都是一直戴著帽子直播的 因為我還不知道怎麼整理它 謝謝修女生文螢光棒 然後現在在學習怎麼整理這個髮型 對這個頭其實是長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勾而後比較好看 所以我 有帥 對呀我就覺得這個頭就是比較帥氣 可是跟我個性不太不太合 不是跟我個性 就跟我個性很反差 我一講話就 就破功了 如果不講話還覺得 這女生看起來是有點 帥帥的 帥妹 為什麼要挑妹 對啊 可是一講話就破功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髮型 對其實沒有那麼不好看 沒有那麼不好看 只是不適合我的問題而已 所以我 對 欸哈囉天天天天天晚安 是不是跟剛剪完的蓬度差很多 我覺得 剛剪完的時候頭髮都會比較蓬耶 然後現在的話比較 我今天是有把它夾 夾往內啦 就是開始學怎麼整理這樣子 哈囉俊瑩晚安 乃洞捲晚安 現在就蘿莉郎的城堡 還是沒電 對啊 我覺得現在浪的那個 城堡有電的機率 是不是越來越低 我記得之前大概沒兩次就一次有電 然後還沒三次 然後現在已經 都不會有電了 之前硬化也是類似的髮型 其實也可以很少女 是嗎 是這個髮型嗎 可是人家顏值高嘛 你知道顏值高的人 就是可以撐得起任何髮型 可是我就不是 我又不是顏值高的人 謝謝玉安的射手寶寶 狼哥再一次 巴巴你不要害蘿莉郎一直 一直課金啦 那亂花錢 藍哥常常一個月才中一次 這個機率實在是 顏值不高啊 我顏值不高 Mina今天的狀態比昨天好很多 你說哪部分 昨天 開台7分鐘這個時候已經在哭了 是不是 有啦 我覺得 沒事啦 這個髮型可以啦 謝謝懷懷的玫瑰 哈囉 歡迎三次晚安 我找一下我的眼線 還是你們就是我的眼線 通風報警 昨天過敏太嚴重了 唉呦 對不起大家 我哭真的好醜 可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其實告訴自己 不要很在意剪壞頭髮這件事情 也不是剪壞 就是剪太短了 但是 就是 就是跟我自己想像中的不同 所以 有一點在意 但是沒想到那麼在意 就跟腳踏車一樣 那時候 腳踏車我說我的鎖掉了 不見了 然後 我就好像兩三個月都是沒有上鎖的狀態 反正 我還在那邊說 唉這腳踏車沒事啊 我就覺得隨便停完 也沒有人要偷啊 被偷了也算了 反正這腳踏車那麼久 就 腳踏車被偷走了直播爆哭 腳踏車被偷了這樣子 就是我 常常以為 我自己沒有很在意 但其實我很在意 對 我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堅強 哭哭的Mina也挺可愛 唉呦 哭哭不好看 哭哭像豬頭 傲嬌 不是吧 傲嬌是嘴巴說不要 但那 但是身體很誠實 可是 我是 我是沒有辦法克制的那種 每日以為Mina健保卡呢 告訴各位 我還是找不到 但是我今天直接衝衛生索去辦了 我發現 因為 我查了一下 對 其他地方辦都是要等一個星期郵寄的 然後 然後在台北車站那邊 就可以直接辦 就可以直接辦 然後再15分鐘嘛 就不用等耶 就 給他資料 然後 差不多等5到10分鐘 就可以直接現場領卡 然後我領完卡 馬上衝去我之前的那個牙醫診所 去看牙醫 對啊 現場領很快耶 超方便的 而且反正都要去台北了 反正都要去台北了 所以就順便去之前的那個牙醫看 之前我同學介紹的那一間 對 然後就去看了之後覺得 我還沒有去退費耶 下次再退 因為我 我那時候先急著看牙醫 因為牙齒真正太痛了 但是我覺得能辦好健保卡 覺得太開心 希望我不要再弄丟了 我這個人原則四不過三啊 我現在已經掉兩次了 我真的不能再掉第三次 我會 我會 受不了我自己 果然是之前的牙醫好 真的 我跟你們講差超多 而且我知道為什麼 就是第一個服務態度當然很重要 再來就是牙醫的 牙醫的態度跟技術 服務態度是指那個櫃台牙柱 他們的那個態度 當然我覺得 我去過的牙醫 兩家 櫃台跟牙柱都蠻好的 那最重要就是醫師 牙醫師的部分 然後我 我 我今天去了 我原本那間牙醫之後 然後我就 我馬上就說 我其實昨天去我家附近 因為我昨天太痛 我去我家附近看牙醫 然後 我覺得他弄得不太好 就是 但是我有先詢問過 因為我知道牙醫不喜歡剪別人 就是用過的 就 對 所以我就怕他會有銜接上的問題 所以我有先跟他確認過說 他昨天有先幫我就是 就是做處理這樣子 但之後我想要在你們這邊用可以嗎 然後他就 他馬上就 他有先去問一下 然後 大概了解一下狀況 然後他就 他說可以 然後林娜在幫我預約下個禮拜的時間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很棒 威如晚安 哈囉 Steven 然後重點我要講的是弄牙齒的部分 就是 我今天也是一樣是現場 現場排 然後也沒有 就是等差不多半個小時就有了 我是覺得還OK 因為我沒有預約嘛 然後那個 牙醫師他就是 他是那種 他有跟我講 就說 哎 沒事啊 這是一個蛀牙 我們把它補一補就好了 沒事了 然後 然後補的時候他就會說 好 那 那現在 接下來幫你吸一個口水喔 什麼 就是會有一個管子 這樣子 反正整個弄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他說 啊 你會怕痛 那幫你打個麻藥這樣 就是他每一個步驟 他很清楚告訴我在做什麼東西 我現在要吸你的口水 我現在要 我現在打麻藥 然後我現在先把柱的部分弄掉 然後我現在再來就是補牙 他說補牙是最輕鬆 你只要把嘴巴張開 這樣就可以了 不會痛的很快這樣 就是 我很清楚他每一個步驟在做什麼 可是我昨天去的那一家 奶奶推薦了 我真的覺得很不OK 就是我進去的時候 他沒有叫我放包包 沒有地方給我放包 然後我從來就是 背著我的大包包 然後就這樣直接上去 然後 然後弄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跟我說他在做什麼 而且最 最不想再去那家的原因是 他 他打麻藥嘛 他沒有 他什麼都沒有跟我講 反正我知道他在打麻藥 然後重點是他打完之後 馬上就開始弄了 然後那個麻藥 他還沒有 還沒有發揮作用 然後他就直接弄 他打完馬上就弄 所以 我的 其實麻藥還沒這麼快生效 所以他弄的時候我是非常痛的 然後他就一直 一邊聊天一邊弄 完全不在意我 感受到我那時候已經痛到 叫出來 然後眼角都飆淚了 然後超級無敵痛的 他就是在我的痛 就是我昨天有說5倍10倍的痛 原本就有痛了去看 結果他弄的時候更痛 就是痛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今天去我原本的那一家 但是他很遠 我家過去要一個半小時 來回三個小時 非常遠 所以我本來是想說 如果我家附近有好的牙醫就可以 我怎麼不講 我要怎麼講 他當下就這樣弄 就弄下去了 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他有打麻藥 我想說 真的本來就那麼痛了嗎 因為我很久沒看牙醫了 然後 然後到今天去了原本這一家 然後他打了麻藥說 那你先等5分鐘一下 然後先看個電視什麼的 然後他就開電視給我看 然後他就先去弄別的東西 然後我就突然 恍然大 我想說 昨天那一家會那麼痛 是因為他打完麻藥 就直接幫我弄耶 然後今天這家他是 先讓我等5分鐘 然後我開始覺得 欸 真的有麻的感覺耶 然後 然後他弄的時候就是 一樣 當然還是會有一點痠痛 但是 不會 就是跟昨天那個 劇痛是不一樣 就是他有打麻藥 跟沒打一樣 昨天那一家是 對啊 今天這家他也有說 就是他就說 痛的時候舉手跟我 就是告知一下 這樣子 他就會停嘛 昨天的那一家沒有 他就是直接給你弄下去 然後超級無敵痛 所以我真的不想 那真的痛到爆 我不想再去那一家了 反正就是去了 昨天那一家 然後跟今天 這是我原本去的 習慣去的那一家 然後就覺得 這個差別超級無敵大的 光是打麻藥完 然後馬上就弄 然後我的麻藥都還沒有 還沒有起作用 然後整個人快痛死了 對 而且 我們不是專業的 所以去看牙醫嘛 結果他都沒有解釋 超級不由的 怎麼還在牙齒 對 但是我今天去那家弄好了 所以我其實現在蠻開心 因為今天至少我把 健保卡補辦了 然後 牙齒也弄了 然後我也預約下個星期了 就是 一切都好的 都是好的 昨天在家我還想要跟他預約 然後 就是下一次 雖然很痛 但是我就想 因為他說要大家做四次什麼的嘛 然後他也不讓我現場預約 他就說 那你到時候再打電話來 確認時間 你確認好時間再打電話來預約 我想說我已經確定我下個禮拜時間 你為什麼就不讓我預約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去的這家 我也是今天去看完牙齒嘛 他就會馬上跟我說 那 那你要約下一次的時間怎麼樣 就是可以現場預約 我都到現場 他幹嘛不直接排時間 所以我就覺得 服務態度跟那個 貼心還有牙醫師的態度 真的 這差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去原本那家 雖然他很遠一個半小時 謝謝Steven掌聲鼓勵 做四次可能就要跟你收錢 可是我覺得就是該花的錢還是要花 因為牙齒畢竟要用很久的嘛 而且我也要很慶幸我不需要戴牙套 戴牙套更貴 然後我今天也順便去問他說 我這個 因為他今天有順便在幫我洗牙 我覺得洗牙之後牙齒真的有變 就是變比較亮的感覺 就洗牙當然他主要是就是 弄你那個牙縫 牙結石那個部分嘛 但是就洗完之後真的 就是有很 就是變亮的感覺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美白牙齒那種 亮白 但是就是 就是感覺比較乾淨 我不知道心理作用還怎樣 謝謝Annie的Kiss Juju 壞廂沒有洗牙過 真假 洗牙半年就要洗一次啊 不過我差不多每半年牙齒就會有一點問題 所以本來就會 而且我 我去的這家他是會提醒我 就是 我這次就看完 然後他就會說 那你差不多半年要再回來洗牙 然後他是前一個禮拜會打電話通知你就說 差不多要準備洗牙 要不要幫你預約下個星期的時間 這樣就是會提醒 我覺得超棒的 可是我昨天去的那家 我真的給他差評 我直接給他一心評價 氣死我了 沒有洗牙就很容易有牙結石 真的 真的 洗牙嘴巴不是會酸酸的嗎 我覺得蠻痛的耶 因為就是會在你的那個牙縫牙銀那邊 牙肉那邊 就是會痛痛的 不過洗完之後就覺得有比較乾淨 洗牙會洗上 洗完牙會一直照鏡子看牙齒 我是還好啦 但是我 我喜歡乾淨的感覺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這個習慣 我自己的習慣是我 刷完牙齒的時候 我會 閉著嘴巴 然後我會用我的舌頭去嚕我的 牙齒 我不知道你們懂不懂 但是我現在不能做那個動作 因為很醜 但是我就是會 就這樣 對 其實會耶 就大概這樣 用我的舌頭去嚕我的牙齒 就是 感覺你的牙齒有沒有乾淨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刷的沒有很乾淨 你會感覺就是它 不是平滑的 你們也會嗎 你們也會嗎 對啊 然後有時候就發現 好像有一顆有點沙沙的感覺沒有很乾淨 然後就再回去再刷 因為你們也會 我以為我這樣很怪耶 但我喜歡那個乾淨的感覺 用舌頭刷的 也不是啦 但是要怎麼講 就是稍微感覺一下 然後莫名才行 對就乾淨的感覺 心情會很好 巴巴去洗牙會吐出一堆血 真的還假的 為什麼 為什麼洗牙會洗出一堆血 好可怕喔 會覺得牙縫好大 我是覺得還好啊 我是覺得還好 Mina可以拍牙膏廣告 沒有啦 牙膏廣告 牙膏廣告的話 那個 都超級白的 因為我是沒有特別去美白牙吃什麼的 牙結實太多就會洗出血 巴巴 那巴巴 你還是要去洗牙喔 洗完牙不能直接吃東西 好像說休息一個半小時吧 休息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六點半的時候 才吃東西 然後因為牙齒狀況還沒有很好 就是 有點酸酸的 所以我 所以我就買了粥 我買了廣東粥 謝謝坤坤的玫瑰 哈囉蛋塔 蛋塔晚安 我今天買了蛋塔 因為我 我每次去那個牙醫就很遠嘛 要一個半小時 然後 那個 因為算是在市區嗎 就是周圍還蠻多店家的 還有 那邊超多麵包店的 所以我每次去就會想說 為了慰勞我 長途跋涉到都市看牙醫 所以我都會買麵包 然後剛好今天去 對那個麵包店 麵包買二送一 而且 買二送一的麵包 是我很喜歡的 欸 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 等一下我去拿 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麵包的 我買麵包就很開心 收涼了再吃 現在應該涼了 很涼很涼 有布丁麵包嗎 沒有 但我要跟你說 就是 那家店它是 它是 我忘記店名叫什麼了 應該是連鎖的 日本的什麼 什麼 日本的什麼 我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反正它就是 蠻健康的 它現在推 無油麵包 無油麵包 然後它現在是 無油系列 買二送一 這樣麵包一個50塊 然後買二送一 任選 好像是三期嗎 不知道耶 這是日本的 然後因為我 其實麵包 我是最喜歡這種 欸為什麼說無油麵包 大家都會說三期 我不知道耶 反正 反正買二送一一個50塊嘛 然後 而且我 我麵包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種 就是這種 歐式麵包 就是那種有堅果的 很養生的 我超喜歡這種 歐式麵包的 所以這樣子等於 等於三個才100塊 超便宜的 還有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三期的嗎 日本麵包有名的是三期 YAMAZAKI 不是YAMAZAKI 我忘記叫什麼了耶 麵包連鎖在它 還是不是連鎖的 可是感覺是連鎖的 反正 反正我就 超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 歐式麵包 就買了這麼多 就買了這麼多 反正這個其實可以冰冷凍 哭慢慢吃 因為我最近牙齒狀況也不太好 就 想說這個 一次吃可能四分之一 就剛剛好 謝謝戰人的救救你喔 麵包有的真的爆棍 其實我覺得這樣一個50塊算還OK的 這種歐式麵包我覺得OK 這個價錢 然後他又買二松一 就是 直接買下去了 超大的啊 感覺可以吃蠻久的 可能這一個月都 應該是吃不了一個月啦 可是一個 一兩個星期應該還OK 對我喜歡歐式麵包 然後他 剛好還有蛋塔 我剛才對我剛才怎麼講到麵包 就是因為他剛好 蛋塔剛出爐 好香 所以我就買了蛋塔 20塊錢 謝謝志鴻的啾啾牛 我真的覺得牙齒有變比較白的感覺 喜歡牙 謝謝不想上班 Kiss啾啾 謝謝iKai 掌聲鼓勵 強大聲鼓要去吃飯了 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聊天啊 謝謝夏兒的許願品 還有正人的花枝精翠 蛋塔好像很好吃 所以你叫蛋塔嗎 所以你叫蛋塔嗎 而且他這個蛋塔是那個耶 看起來像是樸式蛋塔 才賣20塊錢很便宜耶 因為一般20塊的都是 不是這種餅皮的 就台式蛋塔才是20塊 樸式通常比較貴 結果他也賣20耶 超便宜的 而且那時候剛出的很香 所以我就買了 今天都是魚系列 什麼叫魚系列 對啊便宜耶 漢尼也想洗牙 趕快去洗啦 洗牙真的半年一定要洗一次 真的 為了牙齒的健康 謝謝太空 之前去全聯看到一個4050的麵包 我覺得一個麵包4050還行 要看什麼麵包 就是我覺得歐式麵包4050是很正常 因為你一次不可能吃那麼大一個 至少會分 看你啊大概可以分3-4次左右吧 男生可能分兩次吧 就還行我覺得 但如果台式麵包的話 一個40就算蠻貴 因為一般台式麵包差不多25 一個菠蘿包20塊 有的25-30差不多 所以如果賣要4050就是略貴 全聯是跟日本的板級麵包合作 哦最近嗎 對要看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吃歐式麵包 因為我覺得吃那種台式麵包 就是鬆鬆軟軟 然後很快就很快就餓了 可是歐式麵包的話就是 比較有飽足感 然後吃起來沒那麼油膩 而且它這麵包它叫無油麵包耶 無油麵包是沒有添加油嗎 有點好奇 但是至少就是健康的東西 我喜歡健康的東西 對我自己不是很喜歡吃台式麵包 謝謝正人的許願品 台式偶爾吃還可以啦 台式麵包的話我還蠻喜歡吃那種 可是披薩麵包算不算台式麵包啊 算吧 台灣人自創的披薩麵包 那個好好吃哦 不加油奶油加爆嗎 不知道耶 不管啦 反正歐式麵包就是喜歡 看它的外表就很健康 話說我昨天啊 咦哈囉 咦哈囉 Google完啊 我剛才正要說我昨天才去Google了 就是 因為我其實很好奇 就是 為什麼現在人 你看每天刷牙 然後還是刷出一堆病 就是像我 每天刷牙 然後為什麼還蛀牙了 我就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會蛀牙 為什麼 以前的人明明原始的人 他們根本就沒有牙刷這種東西 牙刷是現代發明的 以前的明明就沒有牙刷這種東西 他們也沒有牙醫 那他們是怎麼 就他們都沒刷牙 然後他們為什麼好像也沒那麼多病痛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上網去查了 然後我就發現有幾個原因啊 一個原因是他說 因為以前的人 以前的人可能都是吃什麼 對 以前的人不太會吃 像我們現在吃這麼多加工食品 精緻糖類什麼的 是跟飲食有很大關係 他是說像早期的人 可能就是只吃那些就是 就是烤一些肉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是開始進入農業時代 然後大家開始有種植稻米 然後開始 然後那時候人類的注牙率就開始上升了 然後到現在就是因為太多精緻糖加工食品 所以注牙比率又更高 然後最高的國家 我忘記是哪裡 注牙比率有百分之17耶 就是越來越高 以前的話很低很低 對 其實真的是因為飲食喜歡 所以我其實看到的時候想說 哇 那 而且我自己真的是蠻喜歡吃甜食的 所以我就想說 難怪我就是這樣才注牙的 太喜歡吃甜食了 特別是巧克力什麼 我真的是無法抗拒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 我覺得現在開始 我覺得我要克制我自己的飲食 就是我要少吃一點甜的 然後然後我又買了蛋塔這樣 就是沒有到完全不吃甜的 但我覺得 就是不能像以前在那種愛吃甜的 就是如果說有甜的跟鹹的給我選擇的話 就是盡量選鹹的 就比如說早餐的麵包方面吧 就是 歐式麵包不算是很甜 它是蠻天然的甜味 但是如果是那種什麼 巧克力麵包那種 我覺得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那我寧可選什麼 選擇吃蛋餅 或者是什麼 火腿的那種 就是 我覺得我要降低我吃甜的東西的那個比率 還有零食這些 我很喜歡吃耶 我覺得我 真的要克制一點 大學同學喝完可樂 直接睡覺也沒蛀牙 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可能是 但體質可能也有關係 有些人就是不容易蛀牙 你也 就是沒辦法 但我覺得我就是很容易蛀牙的人 火腿也是加工 但是就是 就是甜 火腿也有放糖是不是 那到底什麼能吃啊 但感覺至少 所以吃火腿那種也不好嘛 因為我是想說 如果吃鹹的東西 應該跟甜的比起來 吃鹹的應該比較不容易住吧 牙齒有差異 然後還有就是動物也是啊 動物到現在 動物也沒有在刷牙好不好 雖然現在有一些會有那個啦 就是寵物狗會有在刷 但我是說在那種 草原奔跑那種 根本沒有主人管的那種動物 為什麼牠們都不會住牙 就是牠們也沒有在刷牙的啊 然後牙齒還不是健健康康 那我也去上網查了這個 Google了一下 這個是為什麼 我真的是個好奇寶寶 真的是太好奇了 認真清潔就好了 只是覺得就清潔老半天 然後就還是住了 就覺得很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對我現在就是很想知道為什麼 然後就發現 對 他說因為動物都吃的是原型食物 因為愛不是好不好 對動物直接吃生肉 也不會有什麼 就是沒有調味沒有加工 所以當然他們很健康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 還有一個原因是 就是有些動物牠們是 牠們是會定期換牙的 因為像我們人類啊 就是換牙的話 就只有小時候嘛 只有小時候 換牙其實大概幾歲 7、6、7歲 8、7、8、9歲 都在換牙 那時候常常就 上學就看到那個同學 欸少一顆牙這樣子 常常都是這樣 那 就只有換那一次 那一次過了之後 你牙齒再注掉就沒辦法 你就要一直這樣 就像現在這樣好麻煩 一直去看牙醫 裝夾牙什麼什麼的 對啊 但是動物的話 牠們是可以一直換牙一直換牙 但是要看啦 每個動物不一樣 鱷魚 鱷魚跟鯊魚 我忘記哪些動物 但是我 我有看到牠說 鱷魚跟某種鳥類 是有一個共生關係的 就是 就是鱷魚會把爪張開 然後那個鳥類 牠會過來幫牠 就是清牠牙齒的一些東西 反正牠們就是有那種 動物之間 有牠的共生共存的 關係 所以牠們沒有用刷牙 沒有牙刷 但是 但是那個鳥類會幫忙 清鱷魚的牙齒 對 鯊魚也可以一直換牙 對啊 本來第一個 牠們吃的食物都是 就是 生肉啊 什麼的 沒加工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對啊 牠們有共生的關係 反正 然後有的 也可以一直換牙 對 所以就造成 就人類就是 很麻煩嘛 然後現在又吃那麼多精緻糖 我又是一個螞蟻 我是超愛吃甜的 人類在醫療發達之前能活到30歲算很厲害了 現在是真的醫療進步 但是我就是說就牙齒方面 就牙齒方面來說 以前的人就是沒有像現在吃這麼多加工食品 所以牠們反而牙齒相對健康 動物Mina頻道知識頻道 沒有 這次很好奇 就是 就是蠻好奇 動物不刷牙 為什麼可以 就是長得好好的 那動物有牠們的優勢嘛 還有動物也是 冬天也不用像人類穿了一堆衣服 還是冷的要命對不對 動物牠們自己 冬天冬眠啊 還有 牠身上脂肪啊 皮毛什麼 北極胸 就是可以生存在零下幾度的地方啊 那我們人類就不行 冷的要命穿了一堆布也不保暖 還有的還要穿動物 動物皮 什麼貂皮大 我真的是 就是人類先天沒有 就是動物有一些它的優勢在啦 我們12歲左右換牙結束 以前是人類生命的一半了 以前是 以前是因為醫療不好吧 衛生問題 脂肪 所以你們不怕冷是嗎 求知是好事 對啊 但我每次就是當自己發生了之後才 才想要 想要去 知道 探討某些知識 但是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欸 現在有蘿莉狼的夢幻煙火 耶 安定的眉電 而且蘿莉狼的頭貼是怎麼回事啊 什麼時候換的啊 很怕台北的天氣 為什麼 哈囉 酷酷貓 晚安 沒有健保卡 只能救自己 有健保卡 也是會不見啊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今天去 我今天去買東西 我今天去買那個洗髮精 家裡的洗髮精用完了 然後我就去買 然後結果買完之後 我就 走出來要騎腳踏車 然後要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發現 欸 我的那個藍牙耳機 我現在都用藍牙耳機嘛 然後就發現 他的聲音開始出現雜訊 就是 就是那種 就收訊不好 我想說 這個耳機很少 會有這個狀況 但是通常會出現雜訊 就是 你的距離跟手機太遠了 藍牙都是這樣嘛 距離遠 收訊又越差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 欸 欸 我就開始翻包包 結果發現我包包裡面 沒有手機 然後想說 啊 該不會是剛買東西的時候 忘在那邊了吧 然後就趕快跑回去看一下 然後就 拍超多人的 就是可能上下班時間吧 那時候五六點 超多人的 然後 然後那個櫃台就有一個小姐而已 然後他完全 我就在那邊很急 想說 奇怪 我手機在哪裡 就沒看到 對啊 然後後來就 好不容易找到 有一個客人在那邊 就是比較慢一點 然後我就馬上找了 一個 見縫插陣 我就馬上問 請問我剛才手機 該不會有放在這個櫃台嗎 然後 那店員馬上就笑著拿給我 這樣 然後想說 太感動了 然後他 他為什麼 看到我進來的時候 他可能顧不到我吧 還是怎麼樣 就是沒有馬上給我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邊 東張西望的時候 差不多五到十分鐘 然後就像一個怪人一樣 因為 我不確定 我是不是忘在那裡 對 藍牙耳機居然有這種提醒功能 走遠了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說在櫃台 但我完全沒有我放在櫃台的記憶耶 我只是因為單純走遠了 發現 欸 收訊不了 然後我想說 可是我剛剛 在店裡的時候 還有在用手機 然後我就靠 靠近店裡 發現 欸 收訊變清楚了 所以我才想說 是不是在櫃台這樣子 但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我好糟糕喔 我就想說 我手機是還好有藍牙耳機提醒我 不然我就 忘記 我可能到回家都沒發現耶 然後 我就想說 我健保卡大概也是這樣弄丟的吧 就是 我可能幹嘛了 就放了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印象耶 店員以為Mina在找什麼商品 怎麼可能 我已經結帳完了 用訊號找手機 對啊 我就覺得我很糟糕 然後我媽媽也是聽到我健保卡不見 然後就說 你不是 你上次不是才不見過一次嗎 你才幾歲 你那麼年輕 你怎麼一直忘東忘西的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像爸爸媽媽都老了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我只是外表年輕 我的內心已經衰老了 我真的 我真的是很常忘東忘西 我真的是 我真的受不了我自己耶 我為什麼可以一直忘東忘西啊 媽媽補檔都會卡 沒有啦 我有跟她說我健保卡丟了 對 哈囉 阿努娜 請晚安 對啊 我也很不願意耶 我真的是 衰老的心耶 以倉鼠年齡才說很老了 哎呦 敏娜可不可以不要再忘東忘西了 媽媽 你很想敲我的頭 你們應該也很想敲我的頭吧 哎好笨喔 爸 小孩子忘東忘西很正常 是嗎 準備吃銀杏 銀杏這種昂貴的東西 我怎麼可能吃得起 健保卡 今天去補半了 我真的找不到了 謝謝正人的戳戳你 沒有敲敲你 哎如果有的話 我應該被敲爆 我建議讓Live要做一個敲敲你的那個鐵錘 這樣 咕咕咕 然後我講笨話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敲我 還沒有不見過身份證 對還沒有 因為我比較少在用身份證 哎現在正人的樣你好看 直接砸派了 眼睛拿在手上在找眼睛 但是這還好啊 我之前眼睛是真的整個不見耶 我有跟你們講過吧 就我在澳門要去考日檢的時候啊 然後我那時候是擔心自己 因為我其實 近視不算深 就兩三百度 我就還OK 然後我就很怕我 哦突然喉嚨一陣 喝個水好了 就是 熊熊 熊熊怎麼了 熊熊開心 為什麼 哦可以丟派 熊熊沒有丟過派是不是 我剛才講到哪裡 哦就是 就是 我剛才講到哪裡 哦我去 我真的瘋了 我剛才講到哪裡 我都忘記 謝謝熊熊的要你好看 派熊熊 哦我剛才說我那個啦 就是剪 熊熊的派特別不一樣 對啊為什麼啊 熊派 熊派的力 對啊我連自己要講什麼都會忘記 真的是 哎呦 我說那個啦 就是看 考日檢的時候 然後我 因為近視沒有很深 所以我平常其實都是 就是 只有 上課看不到時候才會戴眼鏡 然後下課就馬上拿下來 所以我那時候考日檢會是把 把眼鏡放在口袋 我為什麼要放在口袋 真是個笨蛋 反正就放在口袋 因為那口袋超大的 然後 然後就這樣子從我家搭去會場 然後結果到會場的時候 就 就發現 眼鏡又不見了 那我 那我只經過了我家走到公車站 那我家走到公車站大概兩分鐘而已吧 澳門的家 就是我家附近又有公車站 然後就上公車 然後一下車我就發現 發現 眼鏡不見 那 可是走路 我平 平著走 基本上不太可能從口袋掉出來 那肯定就是坐公車時候可能 坐下來的時候可能滑出來了嘛 所以 就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掉在公車上 但是我 但是我 就是去打電話去問那個 巴士那邊有沒有掉眼鏡 結果他們都說沒有 而且我又被嘲笑 我真的快被氣死了 我每次去澳門 什麼都不見 然後就被嘲笑 我覺得台灣真的是人情味超好 我什麼東西不見 他們都很 就是很樂意的幫我找 反正 澳門人可能就是那種東西掉了 就算了吧 就不會特別去找 除非是 超級貴這種東西 就眼鏡這種 對他們來說就是小錢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 對 反正就這樣 我就覺得 蛤 我為什麼要放在口袋啦 然後又把眼鏡搞丟了 就你們那種 眼鏡戴著 然後 或者是 就在手上 然後在那邊找眼鏡 這還好 可是我是整個不見耶 就真的不見了 撿到人 剛剛有跟我一樣 度數 度數 怎麼可能啊 我自己覺得眼鏡這種東西 就是蠻不太可能 有人要偷的啊 就是就算撿到也不能用 應該會送去警察局吧 可是可能澳門人沒有這個習慣 眼鏡放口袋 不會磨到鏡面嗎 沒有 我是連著我的那個耶 連著我的 眼鏡盒一起放 眼鏡不撇 羽毛不知道 反正我真的被嘲笑了一番 眼鏡找也找不到施主 為什麼 就一個黑框眼鏡 我就只有 我很確定 應該就是只會在那個公車上吧 好難過 到底掉過多少 很多 我真的是受不了我自己耶 常常掉東西 真的很不祥 對啊 連著眼鏡盒 那麼大一個掉出來 會沒感覺 我真的是覺得很厲害耶 我還掉過項鍊 我那個超難過的 我有說過嗎 那好像是我 我18歲的生日禮物 是我表哥給我的 是我人生中第一個 就是 是真的鑽石 真的鑽石 雖然很小一顆 但是真的鑽石的項鍊 然後我也是 就出門的時候太急了 一直扣不到那個洞 然後 然後就 我也是放在口袋 然後想說到時候 上捷運之後再慢慢戴這樣子 然後結果 結果 我忘記是上工才還上捷運 反正就是坐車的時候 我準備要戴的時候 就一拨口袋 就不見了 然後我真的超難過 對啊 我好笨喔 這真的再也找不回來 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是在哪個地方掉的 超難過的 就是人家的一個紀念 而且就是算蠻貴重的 結果被我這樣弄 就弄丟了 我真的 我真的是很糟糕了 就是常常 常常會掉東西 失誤中心喔 但有些東西就真的走不回來 米娜沒有走丟 哎呦 真的好笨喔 放上掉東西 為什麼會這樣子 貴重的東西不要放在口袋 對 我也覺得 每次放口袋就是有問題 可是 我之前也是 啊 我之前有掉過身份證 我也是放在口袋的樣子 然後我在 拿鑰匙的時候 鑰匙也放在口袋 多愛放口袋 誒 我好像不是放在口袋 是放在包包裡面啦 就是包包不是都會有一個那種 誒我最近 我最近常用的包包 是個 等一下喔 給你們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像這種 比如說這種包包 通常啊 就是前面會有一個小袋子 那我前面的小袋子就會放 就是放鑰匙啊 耳機什麼的 就是一些 隨手好拿的東西 那我那時候 就是我就把身份證 跟錢包放在同一個袋子裡面 然後我就到我家 我就可能拿鑰匙的時候 然後 身份證就跟著一起掉出來了 就那種小袋子 然後反正就掉出來了 那我都完全沒有發現 然後還好是鄰居人很好 就樓下的鄰居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 拿上來給我們 給 那時候我不在家 他就拿給奶奶 他就說 欸 你妹好像把他身份證掉在樓下了 然後就趕快 趕快拿給我 然後嚇死我了 我完全沒發現不見 重點是我還沒發現他不見 我覺得身份 健保卡大概也是這樣 就是可能不見很久 我完全沒發現 然後一直到我最近要看醫生 我才突然發現 欸他不見 但是我完全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掉 哪一天掉的 已經無從著急 可是要好在那次是掉在我家樓下 然後好心靈居 看到了 然後拿給我們家 不然掉在外面誰給你啊 我又要重辦了 真的是好險好險 我真的很糟糕耶 要去尋寶 對呀我真的 我真的很糟糕耶 就是 很多這種 掉東西的情況 小倩二單掉握手券 三單掉身份的人 這是飯水偶像的部分嗎 好心靈居 真的很常忘東忘西 我家附近是不是很多我的物品 應該沒有了啦 應該沒有了 哎呦真的是 東西真的是不能放口袋 然後也不能放在那個 重要的東西 好啦反正就證件這種 一定要馬上收回錢包裡面 不然真的是不見很麻煩 哪天在路上解到身份 欸這不是我偶像嗎 哎呦 Mina真的是個笨蛋耶 我真的是笨蛋 不可以再掉東西了 雖然話是這麼說的 但我真的掉過不少東西 好啦我準備吃我的晚餐了 你們應該都吃完了吧 我一直在講話 準備吃晚餐 所以我來 我來放個音樂吧 不然你們只會聽到我的咀嚼聲 也沒咀嚼聲啦 是吃個粥而已 吃個粥而已 笨鼠了 對啊我笨鼠了 撿到的時候會看到我以前的照片嗎 會啊 有掉過整罐慕斯 為什麼會掉慕斯啊 反正你們想像得到的東西我都掉過 今天要靠幾個 今天應該會靠8點半吧 我剛才一直說我要補我的眼線 然後我 我現在還沒找到我的眼線 這個好像可以 補一下好了 哎呦這支不太好用 好像沒有畫得很好 但是還行啦 好啦就這樣 至少兩邊比較對稱 有嗎有對稱一點嗎 為什麼我那麼晚才吃 我剛才其實吃了一半 但是後來 剛才7點開直播嘛 就 急著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事情 所以還沒吃 因為剛才我先吃一點沒有很餓 現在再繼續吃完它 看了畫眼線都覺得好恐怖 我不會啊 我只有畫後面尾巴一點點而已 還好 來聽音樂 啊我要那個 我又要開網路了 所以 要停在一個可愛的畫面 你看我要停個帥的畫面 然後我哪個畫 哪個角度比較帥 有帥嗎有帥嗎 找尋自己帥氣的角度 你通常有人掉一百塊 直接撿起來當自己 一百塊還好吧 身份證這種東西掉的 真的是好麻煩 嘿 謝謝熊熊的紅包 國中上的感覺 然後我今天去 我其實覺得沒畫好 算了 我今天去看牙醫 我有順便問他說 我有沒有需要把他致齒 然後結果他看了一下 他說我 他說我其實 字齒都長得不好耶 他說我的字齒都只有長一半 然後 就是 他建議我 他建議我左右兩顆都要拔 下面的 然後上面的話 他是說 好像我都有刷到 所以還好 是沒有說也一定要拔 但是下面 下面下排的 左右兩邊 他說都建議要拔耶 昨天那一家算不好 但他有說我應該拔致齒 然後今天的 我再去問 他也是說 而且他是說左右都要拔耶 所以 所以我應該 我先把牙齒的問題弄好 之後再處理致齒吧 都會動刀 嗯 不知道耶 他就只有長一半而已 但是 該 該處理還是要處理 因為如果沒有拔的話 他 那邊是很難清理到的 到時候反而 蛀更嚴重 本體會消失嗎 會先腫起來對不對 那會不會消失 不知道 拔致齒 我也到了要拔致齒的年紀啦 Mina的本體不見的話 你們就不喜歡Mina了嗎 本體消失了 你們會很難過 如果你們消失了 我也會很難過 不可以 不可以 我 本體消失了 這不可以Mina 沒有要哭 沒事 沒有啦 沒有 沒有 今天也要把兩顆字死 學我 學我 你們說本體要不見了 如果不見你們就不喜歡Mina了 怎麼騙到你們了 最近很五歲 有嗎 是裝的還是真的哭 真的哭啦 幹嘛要裝哭啊 哎呦 哎呦 你們這些壞蛋 謝謝Akia的啾啾你哦 現在只好能搓搓你 那些吐司吉 哎呦 沒事 謝謝巴巴的夢幻煙火啊 還是沒有電 小會上升怎麼沒上來 哎呦沒有啦 我不知道 你們很怕你們 你們 不 不喜歡Mina了 沒有本體的話 什麼叫不在典箱 沒有只是看到你們說 Mina如果拔字池本體 你們擔心本體會消失 然後我就想說本體要是你們就消失 之後啊我就很想哭 謝謝健谷的楓葉 哎呦 沒有啦 不會不見 好 Mina很愛哭 沒有啦 我只是最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嗯 淚憲可以麻醉嗎 可以麻醉請幫我麻醉 還是直接把我打混算了 哈囉 一姐 哈囉 這三次都哭哭 可是前面兩次是因為頭髮 因為我這個 頭髮都不是我喜歡的嘛 然後粉絲也很重要啊 但是本體 本體我也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消失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也 我覺得就順其自然啦 就是 反正我也沒有動過刀 反正他就 怎麼樣就怎麼樣嘛 好了啦 沒事了 我要吃飯 我們來吃晚餐 來放個音樂 吃晚餐要放什麼歌好呢 黃金傳說 那個是不是現在要收版權啊 那不要放好了 有什麼舞版 那放個舞版權音樂 對 我的粥都涼了 我的心差點都涼了 我 肚子餓了 對啊 肚子餓的時候會不開心 沒有可能 嗯 Mina哭最難過一次是練舞的時候 對 這個都是小哭而已 練舞真的是很難過 因為 會被大家講話 就是 討厭人講到這個又想哭了 沒事不會哭 反正就是練舞 跳舞跳不好 真的 就是會被講話 就怕推啊 這真的蠻難過的 就是可能 頭髮這個 我爆哭個十分鐘就就好了 可是要練舞這個就是 可能會哭兩三個小時 停不下來的那種 沒事不講了 隨便放個什麼舞版權音樂 我們來吃飯 肚子餓的時候 脾氣是最差的 是嗎 這音樂聽起來沒什麼食慾耶 有沒有開心一點 怎麼都沒有一點有食慾的歌啊 粥的配料是什麼 這個聽起來還行啊 不然就這個唄 我買了廣東粥 其實我不知道廣東粥 跟一般粥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剛才吃的上面 都是一般的粥而已 然後它底下 好像就是 我也不知道 廣東粥它是有一整顆蛋 還有蝦子 蝦子在裡面 還蠻大隻的 然後它還有給我 油條 好 兩小塊油條 把它加進去吧 廣東粥 這個就叫廣東粥 我上網查了一下 好像廣東粥 它是說 廣東粥好像是 粥會煮的特別的軟爛 然後 然後 然後比較 料比較多吧 但是我覺得好像 還好 看起來已經 帆粥沒什麼兩樣 你猜50塊 不是耶 其實粥意外的蠻貴 我本來想說要自己煮粥的 其實粥自己煮還蠻 蠻便宜的 只是 只是因為我六日都不太會在家吃 就是都 因為六日都要練習 所以 都會在外面吃 這樣子 所以 所以想說煮了的話 六日放兩天不太好 所以就想說那去外面買好了 不然我今天煮完吃一餐 然後 然後六日放兩天 我也 我也不想吃了 放太久了 所以現在煮也是很麻煩 這個 我看有沒有人猜對 你們是估價王 他還蠻滿的 裝 他裝到就是最高這邊 哈囉 魯夫晚安 看到海鮮就肚子不舒服 有些海鮮 吃到不新鮮的海鮮容易出事 75太貴了啦 蛤 為什麼大家都猜 八九十啊 那麼貴 沒有人猜對 欸有啦 尊尊猜對了 65 周寒意外的蠻貴的 這在香港大概30 廣東周 但是港澳差不多都這個價 但以台灣來說 我覺得周 50塊是剛好 50不對 那你們可以再猜 55之類的 65便宜嗎 有一點貴 65比一個便當貴了 因為周其實 沒什麼東西啊 蛋 跟瘦肉 然後跟幾隻蝦 三隻 三隻蝦 天母家要75起跳 天母人 天母 東西都很貴耶 只不過是周而已 那一個便當都破百了吧 這北部算便宜喔 但是在家煮稀飯我們都直接用電鍋蒸啦 沒有很貴 跟50元便當比確實是貴 我很多東西都會跟50元便當比 就是如果 這東西比50元便當少 然後還比它貴 我就會覺得 蛤那我還不如去買50塊便當 又很飽 但像有時候 有時候吃便當吃太久會膩嘛 想吃點別的 那章魚燒有的好像 7顆 35啊 還是40 他就比便當便宜 然後 雖然沒有便當那麼飽 但是就是 偶爾換換口味就覺得還OK 就是會以50元便當做一個基準 你知道嗎 不同性質不能這樣子 是嗎 好啦我現在來開動 他現在溫溫的 還蠻剛好的 吃韓晚安 吃韓晚安 牙齒不好 現在吃粥還是有一點酸酸的 因為要咬的部分還是有點酸酸的 它好像還有半一點 這叫什麼 花枝 花枝 比昨天好就好了 至少有補起來 來吃個油條 好少吃粥會加油條 我現在咬的比較慢一點 筍絲沒有耶 它就只有蛋 蛋 蝦子油條跟絞肉而已 酸酸酸是因為洗完牙會酸酸 是喔會喔 廣東周都會放花枝 花枝好難釀喔 對現在德國來說 有 去哪裡nan 賣魚 有大 forsk 沖嗎 沖 只是被我拌開了所以看不太到 花枝留給奶奶 我還是可以吃啦 我現在吃東西比以前快 因為沒有像以前咬那麼久 直接吞 咬太久好痛 油條跟蔥那樣嗎 有啊他有問我要不要蔥 他問我要不要我當然要啊 我很喜歡吃蔥 吃飯要配十幾之靈的歌 為什麼 因為是講食物的嘛 快來放放看 找一下喔 免費當尿 不是啊是我本來就喜歡吃蔥 沒聽過十幾之靈耶 油條加燒餅 我覺得那個當早餐太油膩了 比現在做料理的 比現在做料理的 我以前很喜歡吃那個 欸他蝦子有四隻耶 還蠻不錯的 你看牙齒好酸喔 我很喜歡吃那個 燒餅夾生菜 那個超好吃的 欸當 我常常買那個當晚餐 就是晚餐 會想要吃一點蔬菜 就會買燒餅夾生菜 四隻要給好評 真的 像65你們覺得還OK嗎 可是油條只有兩個 還可以吃 今天要去打籃球 打到通宵了 早點休息 好啦 掰掰 生菜是限量的 對啊 而且 燒餅夾生菜 菜單上都不會寫這個耶 都是直接點菜油 油條放在麻辣鍋也才好吃 真的耶 我超喜歡的 油條我不喜歡乾乾的那樣吃 我喜歡它泡在湯裡面 但是還滿飽的 但是還滿飽的 我覺得有點小貴 粥為什麼都那麼貴 貴在瓦斯 吃粥容易餓 但是應該還好吧 都那麼大碗 因為我平常在家吃 不可能吃那麼大碗 平常吃粥都是用 一般的小碗是一碗而已 油條不健康 對啊所以我平常不太吃油條 太油了 太油了 有個墊的油條 那個 油耗味很重 不喜歡 好吃 大家吃飽了沒 還是正在看著米奶吃 其實不燙 我就還是想吹一下 吃飽了再看我吃 大家要吃飽了 也是都八點了 八點吃晚餐有點晚 油條偶爾吃一下子口腹之魚 可是我覺得 不知道我個人不太愛油條 我覺得油條沒什麼味道 我還比較喜歡吃雞拿棒 米酒還沒下班那麼晚 油條最好吃的是炸兩 對 對 就廣東還蠻喜歡吃 就是那種粥啊 粥煮得很爛 然後配油條 痛痛痛 其實牙齒還是很痛 咬到那個肉 肉的部分很痛 吉拿棒是西式油條 因為吉拿棒熱量也很高 可是 因為它外面會撒一點那個什麼糖粉嘛 看起來感覺沒那麼油 有 好像很多人不喜歡吃吉拿棒 不喜歡肉桂的人不喜歡吉拿棒 起司吉拿棒 沒吃過耶 我只有吃過原味跟巧克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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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拿棒太甜膩了 我這是螞蟻啊 難怪蛀牙 對啊 真的是 沒有它又覺得沒那麼油膩 口感上面 吉拿棒比較扎實一點 QQ彈彈的 油條是那種咬很脆 然後就 就軟掉的那種 口感不太一樣 我比較喜歡吉拿棒 巴巴不喜歡吃吉拿棒喔 所以巴巴也不喜歡吃肉桂 為什麼你的吉拿棒那麼長 這是油條 吉拿棒本來就很長啊 港式的州是生米加水打碎在煮 會打碎嗎 因為我姑姑 我姑姑也是廣東人 但是喜歡吃粥嘛 所以它都很常煮粥 可是我沒有看過它先打碎 但它煮的粥真的是超級無敵好吃 很軟爛的那種 蘋果派有肉桂但是吃 我覺得蘋果派 我覺得蘋果派 我不喜歡麥當勞的蘋果派欸 我覺得它好甜喔 而且它的蘋果 不對我覺得吃起來很奇怪 可能我不習慣熟的蘋果吧 就感覺很怪啊 然後很甜 我比較喜歡吃巧克力派啊 或什麼 芋泥派也還有 就是比蘋果派好 我覺得蘋果派好奇怪喔 為了吉拿棒買電影套餐 欸其實 電影套餐加吉拿棒真的比較便宜嗎 好像沒有便宜到哪裡去耶 吃起來不像蘋果本 對啊我還是喜歡原汁原味的蘋果 好 我要來吃蝦子了 我今天還沒吃這個蝦 四隻都健在 你們看看 蝦子輕輕的咬還行 對我的牙齒不算負擔很重 那個角肉有點硬 我有點痛 蝦子這個軟度還可以 蝦子 巧克力派 日本的電影也會有巧克力派喔 都很貴 吉拿棒真的很貴耶 油條是平價版的吉拿棒 台灣麥當勒有巧克力派嗎 你覺得那個像蘋果派的那種 台灣沒有是不是 日本的麥當勒有三角形巧克力派 是像全聯那個嗎 合作的那種 怎麼不用另一邊咬 兩邊都很痛啊 其拿棒還是專賣店好吃 專賣店的賣的會比電影越便宜嗎 還是更貴啊 巧克力派只有日本 沒有啊 澳門也有啊 我在澳門 都是點巧克力派 紅豆派應該到處都有吧 我覺得電影越級拿棒就很好吃了 因為平常看到一根專賣要80塊 一根我就買不下去 可是看電影的時候就會覺得 反正都來看電影也沒事做 就可以順便吃 可是平常好像不會特別去買 好貴喔吉拿棒 我還是吃20塊的蛋塔就好 這一定很好吃 麥當勒紅豆派超甜 真的很甜 我覺得麥當勒還是巧克力派第一名 可能是因為我喜歡吃巧克力啦 香港賣到剛推出巧克力派 那不是出很久了嗎 那它好像是一陣一陣 這不是每次去都有耶 不但是期間限定還是賣很快 有時候去買巧克力派都沒有了 吃完飯米奶還在 吃完飯米奶還在 阿華是個蝦子 阿華 我現在要把你吃掉囉 你這個蝦子 說我吃的慢 把你吃掉 阿華 鳳梨牌 我沒吃過鳳梨牌耶 而且他也有吃過 他隨便來吃 再吃完 有時候打死好 他要把你吃了 還有一隻 還有一個蝦子 好吃喔 好吃喔 最好一口 吃完了 好吃 好滿足喔 最近應該會很常吃 這種 流質的東西 牙齒看好之前 應該都先吃得比較清淡一點 血血症呢 現在熊熊 現在吐司吉 還有Akira 常吃粥嗎 沒有 最近牙痛才開始吃粥 牙齒怎麼了 牙齒被蝦蝦入侵 等一下喝個水 我吃完飯都習慣喝水當漱口 看到Mina吃光食物很感動 對我好像常常在直播都吃不完 粥吃的比較輕鬆 久久吃一次還不錯 但是感覺 蛤 我發現我瘦肉也不太好咬 我可能只能煮什麼 皮蛋蔬菜粥吧 最近也很想買那個果汁機 那種隨行杯感覺很方便 你有去外面買果汁 因為我很喜歡喝現打果汁 可是我發現現打果汁好貴喔 木瓜牛奶是我超喜歡的 香蕉牛奶也蠻喜歡 可是一杯外面 大概最便宜要賣40塊錢吧 但其實自己打成本蠻低的 而且有的觀光區會賣到一杯五六十耶 所以我還蠻 最近看到很多人在買那個 隨行杯的那種果汁機 所以還蠻想要買的 對啊 早上喝蔬果汁 這很健康耶 而且是因為我去那個 乾姊姊家的時候 然後他們 他們家是自己 因為是農村嘛 所以都自己 自己種水果 他們家超多水果 然後因為水果有時候 太多來不及吃完 他們都會直接把它打成果汁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很好啊 就是不浪費又很健康 所以我最近就很想買 然後加上我最近 真的很不舒服 還是我把任何東西把它打成 泥 便當也是打一打 直接喝的比較快 咀嚼真的太痛了 我最近可能臉頰會變瘦 因為很少在咀嚼 就不會有咀嚼肌 謝謝蘇德 Kiss Juju 但是我看果汁機也是 價錢落差很大 好像從499到1499都有 我還在觀望中 打成寶寶色果 對啊 我是不自已寶寶 牙齒真的好痠喔 果汁機常用蠻好一點的 但我不知道它差在哪裡 膠原蛋白很足 可以渡過這個男生 第10什麼 什麼我在第10什麼 最近好像沒那麼遠 是嗎 真的嗎 那麼快見效嗎 還是因為髮型 這個髮型比較 這樣子下來 看起來比較瘦 自己認為自己是寶寶 因為你們會喜歡叫我 自已寶寶啊 我是自已寶寶 有人會自稱寶寶嗎 我再做一次愛心嘴看看 今天打左邊的麻藥 不知道會不會左邊比較上不去 不知道會不會左邊比較上不去 好像有比較平均耶 是不是有比較平均 有嗎 有比較平均嗎 完美嗎 讚讚讚 謝謝詹先生的Kiss珠珠 只想到一個 想到了什麼 有平均 耶開心 難怪沒那麼遠 你說因為最近比較少用咀嚼機 是不是 真的咀嚼最近好痛喔 真的咀嚼最近好痛喔 等一下休息一下再來吃我的蛋塔 合照會拍這個 這個太崩了吧 會不會 我們不是說好要一起比M嗎 合照會 對了 還有運動會 運動會是下禮拜 還是下禮拜 反正快要了 還沒有買票的人可以 來看我們 運動一起運動 謝謝志豪的LOVE 還有蛋塔好幸福 這都是錢啊 我突然想到上次練習的時候 早上我買了一瓶豆漿 然後 雖然豆漿也滿便宜才20塊錢 但是我只喝了兩口 然後就進去教室練舞 然後就 練的途中 就是只有喝幾口水 然後就繼續練 然後就 練完之後我就走了 結果我就 一走了之後 發現我把我的豆漿忘在練舞教室 我又浪費錢 雖然才20塊 可是我就覺得 早知道不買豆漿了 我只喝了兩口 然後結果我又忘記了 我到底忘了多少東西 反正要被我自己70了 我還要吃 氣酥馬鈴薯了 對啊 他還好想吃氣酥馬鈴薯喔 想吃氣酥馬鈴薯 那感覺我現在牙齒吃應該是ok的 我會不會忘了你們 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只要我還 我還活著的這一天 我都不會忘記你們 唉唷 記性真的不好 好啦要不要來唱一首歌啊 可以來唱一下歌 下次再去豆漿有變成豆腐 應該早就被丟掉了吧 應該早就被丟掉了吧 人家以為是垃圾沒丟 你們都會記得我 我也會記得你們 好久沒聽Mina唱歌 還有時間可以唱一首歌 唱什麼好 有沒有什麼跟記憶力有關的 我會記得你們的歌 我會記得你們的歌 還是打看看 我會記得你們 然後看出現什麼 我會記得你 真的有這首歌耶 好樂團的 可是我不會 可是我不會唱 有這首歌 但我不會唱 我很抱歉 副歌有 我努力想起你的歌 哪一首啊 一時間想不到 好樂團是好樂團 沒錯 我跟你講 我不想忘記你 可以耶 我會唱 我有唱過嗎 我不想忘記你 記得 記得是誰的 張惠妹的嗎 好像都不錯耶 你們很厲害耶 你們 讚讚 沒唱功 感覺兩首都可以唱一下 那我想要唱 我不想忘記你 我不想忘記你們 如果不小心忘記了 那就是意外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不想忘記你們 怎麼唱啊 我在向前走 卻想在退後 我在用想念 狂歡寂寞 越快樂就越失落 愛將我們高高聚集以後 再讓心學會墜落 懷念這寬闊的天空 雖然那裡 空氣很稀薄 我努力想起你 你笑著哭泣 讓自己深愛你 再學會放棄 我不想忘記你 就算可以 我寧可記得所有傷心 我努力想起你 哭也沒關係 用祝福和感激 勇敢失去你 愛你這個決定 誰言真心 誰言真心 我不說對不起 永遠不熟 再給我一段的機會 第二段會更熟 謝謝太空 謝謝正人 一個人不懂 什麼是擁有 兩個人不懂 怎麼把我 越在乎就越脆弱 愛將我們高高聚集以後 再讓心學會墜落 我 懷念這寬闊的天空 雖然那裡 空氣很稀薄 我努力想起你 笑著哭泣 讓自己深愛你 再學會放棄 我不想忘記你 就算可以 我寧可記得所有傷心 我努力想起你 哭也沒關係 用祝福和感激 勇敢失去你 愛你這個決定 雖然即興 我不說對不起 哭泣 謝謝太空啊 真人 謝謝阿當 我努力想起你 笑著哭泣 讓自己深愛你 再學會放棄 我不想忘記你 就算可以 我寧可記得所有傷心 我努力想起你 哭也沒關係 用祝福和感激 勇敢失去 你愛你這個決定 喔 雖然即興 我不說對不起 謝謝魯迪 謝謝魯迪 謝謝志豪 謝謝音正 哈囉 托魯迦 好久沒唱這首歌 謝謝韋伯的掌聲鼓勵 這首蠻適合現在的感覺 我不想忘記你們 但是有可能會忘記喔 因為 因為Mina的記性不好 常常忘懂話系的 Uncle 好啊 再唱一首記得好了 阿妹的 兩首記得的歌都可以唱一下 唱完就差不多要關台了 謝謝 謝謝 燈火的掌聲鼓勵 記得 他前面就這個直接唱 他歌詞有點慢耶 底下有歌詞 看底下的歌詞好了 那個動態歌詞跑得很慢 等一下喔 有點跑得很慢 阿有了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等一下 再給我一次機會 誰還記得是誰先說 永遠的愛我 以前的一句話是我們 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沒人記得 當初那些溫柔 當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牽手 說要一起 走到 最後 要好好唱這首歌 有感情的歌 我們都忘了 這條路走了多久 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都會聽的 讓時間說真話 雖然我也害怕 在天黑了以後 我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有以後 而避充 以後的傷口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 走到最后 感伤的歌 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 我们都累了 却没办法往回走 两颗心都迷惑 怎么说 怎么说都没有救 亲爱的为什么 也许你也不懂 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 想分开的理由 谁还记得爱情 太是变化的时候 我和你的眼中 看见了不同的天空 走得太远 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 是不是你和我 要有两颗相反的梦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之前的一句话 是我们 以后的伤口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我和你手牵手 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好好听 超喜欢 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 快米粉该哭了 我也好想哭喔 我唱到好想哭喔 刚才太认真唱了 好想哭喔 就想到刚刚前面 就想到刚刚前面不是才说 不可以因为米娜的脸颊肉消失大家就消失吗 然后刚才唱这首歌就想到 对 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 好想哭喔 好啦 已经寒累了 没事 我们要一起走到最后 打勾勾 今天怎么那么爱哭啊 我今天好感性喔 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太感性了 好啦 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啰 爱你们最爱你们了 爱米粉们 米娜今天很感性 对啊 不知道最近都蛮感性的 很珍惜每一个粉丝喔 很珍惜每一个粉丝喔 嗯 爱输你们了 跟七叔马铃薯一样 爱输你们了 爱输你们了 大家 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吧 今天的13名是 自伟哥 谢谢自伟哥 12名是太空 谢谢太空 11名是夏娥 谢谢夏娥 第10名是殷正 谢谢殷正 第9名是詹先生 谢谢詹先生 第8名是 Darine 谢谢Darine 第7名是土司机 谢谢土司机 第6名是Akira 帅帅的米娜 不错 谢谢Akira 第5名是熊熊 谢谢熊熊 第4名是智宏 谢谢智宏 第3名是正人 谢谢正人 第2名是巴巴 巴巴要打屁屁吗 你的头贴 第1名是罗力郎 罗力郎的头贴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我啊 完全不记得 好啦 谢谢你们 爱你们 爱属你们了 大家 下礼拜见了 大家拜拜 正人 拜拜 Killow 拜拜 地狱奇迹 拜拜 黑鸟 拜拜 西西零梦 拜拜 CKU 拜拜 熊熊 晚安 隆利兰 晚安 Matt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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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露婷 晚安 土司机 晚安 Sonas 晚安 咱先生 晚安 智宏 晚安 智宏 晚安 塔瓦哥 晚安 爸爸 晚安 甜甜 拜拜 鲁迪 拜拜 等我 拜拜 大家 拜拜 咯 小千 晚安 爱你们 拜拜 不哭 不哭 Mina也不哭